央视军事5日罕见公布了中国海军银马虎号半潜船的训练画面 这种体积庞大造型怪异的船只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兴趣 事实上对于中国海军这种能将大半船身潜到水下执行多种运输任务的特种船只 外媒也一直给予了高度关注 央视军事称银马虎号近日机动近千海里奔赴某陌生海域 连续多天辗转多个训练海域开展舰船转运训练 从相关视频可以看出银马虎号属于典型的半潜船设计 驻甲板非常低频船头和船尾很高 船体内部设有压载舱 可以根据需要增加或排出压载舱进水 进而控制船只的潜伏高度 视频显示银马虎号抵达任务海域后 首先下潜至预定水深 训练转应船占领预定阵位后 缓缓接近银马虎号并做好装载准备 双方官兵密切协同不断调整转运船姿态 待后者移动到预定位置后 银马虎号随即排水上浮 稳稳地将转运船拖在主甲板 随即前往下一个训练海域 组织下潜卸载转运船 为何银马虎号要进行这样的转运训练 从半潜船的基本任务判断 首先这类训练科目对于抢救战损船只非常重要 特别是在海战中 舰艇因受损失去动力或难以应对恶劣海况时 处境非常危险 去年核无冲突中沉没的俄海军莫茨科号巡洋舰 就是因舰体爆炸 严重受损后又遭遇恶劣海况 最终在脱带中沉没 如果此时附近有大型冠前船能持援救护 或许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例如2017年美国菲茨·杰拉德号和麦凯恩号驱逐舰 相继发生严重撞船事故 最终两件都是靠大型半潜船将其运回后方基地维修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艘驱逐舰在半潜船运输的过程中 都因为固定问题发生了碰撞事故 证明了看似简单的半潜船运送过程 其实技术含量非常高 即便在和平时期的日程运输都难免出事 由此再对比央视军事在报道中提到的 以马虎号半潜船克服了准备时间短 气象条件差 运输距离长等困难 连续辗转多个不同训练海域 圆满完成复杂条件下多种类型装备 远距离转运训练 不仅提升了舰船远程投送能力 还拓展了半潜船从熟悉海域到陌生海域 从一般条件到边界条件下的远海远域投送本领 就知道中国海军的技能如何了得了 但半潜船的用途并不只限于此 美国防务新闻去年曾特别关注到 以马虎号运送欧洲野牛级大型气点船的照片 该报道有该照片判断 军用半潜船不仅能提升中国海军海上支援保障能力 更对于中国海军的两栖登陆能力有极大帮助 防务新闻将以马虎号与美国海军的 蒙特福德角级远征转运船物件做比较 报道提到 尽管以马虎号排水量约2万吨 相比排水量高达7.8万吨的蒙特福德角级小得多 但他们的设计都是用于搭载登陆舰或其他可能的两栖车辆 以便在港口设施无法使用时 从侧面释放或停靠登陆舰 以便进行两栖作战 报道有此猜测 以马虎号搭载欧洲野牛级大型气垫船 可能也会在未来的台海冲突中执行类似的任务 欧洲野牛级是世界上最大的气垫登陆船 可以运送三辆处战坦克或十辆装甲运兵车及140名士兵 但它的体积过大 无法由任何船务登陆舰和两栖攻击舰携带 只能依靠自身动力实行部署 作战半径受到极大限制 而鹰马虎号这样的半潜式运输舰的出现 理论上让解放军具备 从台湾周边任何方向使用欧洲野牛几气垫登陆船 发动两栖登陆 此外中国目前是全球极少数 掌握了半潜船建造技术的国家 中国自行建造的星光华号 是全球最大的半潜船之一 专门为海上运输大型货物而建造 排水量近十万吨 可以搭载石油平台 龙门吊等超大型货物 运送驱逐舰或潜艇等作战舰艇 也不在话下 防务新闻焦虑地表示 中国这些民用半潜船在战时 同样可以极大提升解放军的 两栖作战能力和海上保障能力 对于此的民主的船建造 中央游战船建造 中央游战舰舰的 绑艇等待